明星们通常是不怎么出现在公众场合,因为这些地方容易引起混乱,所以一般他们出门都是乔装打扮,比较不容易被人看出来。 所以人们比较难在私下的场合里面遇见他们,但是有一些调皮的网友就将他们的一些动作劈成搞笑的操作,就像是在做一些搞笑的事情,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明星被劈图了吧? 这八位明星动作,能承报你一年的笑点,都看过的我叫你一声大神。 一,为音乐作本咱们未来也有多霸气,就算没有看过电视的人都知道,这场戏人家音乐明明,只在好好说台词,闹动大开的网友就能挠补出吃面,的样子实在是太搞笑,真是佩服,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在吃面啊。 二,蔡徐坤切瓜蔡徐坤,这是蔡徐坤在舞台上表演跳舞的时候,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搞笑了,被网友批成是在切西瓜,看了之后,小编都忍不住在一段freestyle了。 这个西瓜,他又大又红,蔡徐坤他又帅又功,外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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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其实正常的蔡徐坤是帅气的啦,估计蔡徐坤看了都会怀疑这是我吗? 三,新猪磊这个表情加上这个动作,就像是在倒一杯朝鲜功夫茶,真的太生动的新猪磊排拉面,哈哈,像不像。 四,关小彤在正在忘情的跳舞,但是这个表情加上这个动作,就像是在这拉面,真的太生动的,估计关小彤本人看到,我都会觉得很像吧? 五,华晨宇撒自然华晨宇,舞台上的华晨宇总是个人是听顺眼,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歌曲的律动原因,还是释放不了舞蹈的技能,华晨宇每次唱歌,那时候都会用手在前面摆动,形成自己的特色舞台风格,这个姿势真的很像是在撒自然本。 六,邓紫棋小姐姐唱歌是真的好听,没事也是非常的陶醉,但是配上了烤串之后,也是秘直搞笑的,跟大家吃烤串,的时候一模一样的,好香,好好吃,谁也不要和我抢,万我沉浸在烤肉的魅力之中。 七,大神们又给神仙姐姐送了烤串食材,这次更方便,剑拿来当串饼,都不用披了吧,下面这个手里的道具可不是披的,洋洋在三生三世纸里桃花,里面有一段今天的气鬼神的拉面舞蹈,哎呀不行了,我的天啊,网友真的是人才啊,真的是什么脑回路都能管出来,不行了不行了,我先笑话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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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queen就会给你照明把鑶子叫你带坐给吼 everybody,说的话,尖国街头靓放回来之后,我就剧位座给啦鑶子, zaman themselves不来,还是我愿闻嘛不是再烤妲啊,不是这个人旅就创